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本节课继续看一下 我们如何在此类的构造函数里面调用负类的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目前确实是实现了在此类里面调用负类的构造函数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我这里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方式在调用 它奇怪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可以用我们之前所学习的知识来分析一下 首先Human这里是什么? 它是一个类,它不是对象 然后它调了一个Human上面的这样一个INIT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说了构造函数的实质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实力方法 好,那么一个类去调用一个实力方法 从本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面相对象的理解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不正确的呢? 类是抽上的,而对象是具体的 你用一个类去调用一个实力方法 这个其实是说不通的 但是Person的灵活就灵活在这里 他虽然认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它并不限制你强行这么做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出现了用类来调用一个实力方法的像一个特殊的情况 好,然后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在这里一定要传用一个Self 而在我们这个实力化的时候我们却不需要传用这个Self 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在于我们实力化的时候 确实是调用了我们的这个构造函数 但是这个调用构造函数的调用方式是谁啊? 它不是我们自己去调用这些构造函数对不对 是Person内部的这样一个实力化的机制 自动帮助我们调用这样的一个构造函数 好,所以说在这个机制下面呢 Person会帮助我们保全这样一个Self 把Self给传到构造函数里面来 但是现在我们再看我们的这个调用 我们刚分析了 我们的这个调用 如果从本质上来看的话 它就是用类调用了一个实力方法对不对 它和我们实力化的时候 这调用构造函数是决然不同的方式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方法的调用 那么你说你普通方法的调用 这里呢 你当然是应该把所有的层数都把它传入传全 你不能够遗漏这个Self 没有人帮你自动去传入这个Self 所以说呢 你需要自己来传入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现象 如果说呢 我们要调用一个实力方法 还需要从这个Self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用对象调用多空卧客这个方法的时候 不需要自己穿用Self呢 原因在于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调用多空卧客 我们并不是通过student的这个类去调用的 我们是通过student1这个对象去调用的 那么如果你是通过对象去调用的话 那么这个Self我们说过啊 说过了啊 它的实质呢就是要 它的实质呢就是要指的是这个student1 所以说呢 如果你通过student1来调用多空卧客的话 Path呢是知道这个Self指的是写的 它知道这个Self呢指的是这个student1 所以说呢 它自动啊就可以帮助你啊 把student1呢 传入到多空卧客里面来 好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呢 我们这里啊 去调用这个实力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是通过类去调用的 我们并不是通过啊 会有我们这个实力 所实力化的对象来调用的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 好 那么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啊 我们可以尝试着啊 用student这个类啊 来调用一下我们的实力方法 多空卧客看看啊 适不适合我们调用构格函数 这样的一个形式是一样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实力化了一个student1 好 然后呢 我们用student啊 点多空卧客 用类来调用这个实力方法 好 假设说我们什么都不用传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的pithel会报错 它肯定会报错啊 pithelc.p了 好 它报错了 错误的原因呢 非常明显啊 它提示我们呢 每路传入这样一个self啊 好 那么如果你实在想用类来调用 这样一个多空卧客的实力方法的话呢 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16顿的1啊 穿进来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它会报错吗 它不会报错了 它会把这个 它会把这个 英格尼西哈zzed 50 人们给 Curzon還 DIF 50 人们也应该把这个 所以我们哇 对象就传到这个当初参数传进来 完全是多此一举 你可以直接用StevenDB这个对象来调用做功务 所以说这里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 它的这样一种能力 并不代表这样的一种调用就有意义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Python非常的有个性 在很多语言里面 你的这个类是根本就不能够去调用这个实力方法的 好 还是我们之前那时候提到的这样一个对Python的一个看法 Python很多时候它都不会强制要求你去遵守某一个规定 比如说我们之前所分析到的这样的一个私有变量 我们明显看到虽然它是私有变量 Python也通过语法旁的形式阻止我们去访问这个私有变量 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去访问到这个私有变量对不对 好那么这里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你如果说尝试着在其他很多语言里面 用一个类学这样的一个实力方法的话 这个要不就是你根本就无法通过语法检测 要不就是报运行使用错误 总之这个在很多其他语言里面都是不允许的 但是在Python里面它却可以让你这样调用 虽然我们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个更好玩的 这个地方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传入十多人的意义 我随便传入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空字不串 可以吗 它也可以 我们看一下 好它依然没有报酬 依然正确的执行一下 我们就都onwork了 也就是说这个实话 如果我们是通过类的方式来调用 这个self完全就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参数了 你可以任意的在这里传入任意的东西 只要它满足这样的一个 它只要满足有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它就是这么的好玩 好那么这样的一种子类方法 调用数类方法的方式确实是可行的 但是我并不推荐用这样的方式来调用 我们来看一下缺点是什么 第一个缺点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假如说哪一天student的这样的一个子类 不再继承fume这个负类了 我换了一个别的负类来继承的话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需要更改哪些地方 首先负类的名字 在括号里面的负类的名字 是需要更换掉 好那么在其他任意的一个子类 调用负类方法的地方 这个负类的名称全部都要更换掉 我们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所以说我们只用了一个这样一个子类方法 调用负类方法的这样一个代码 但是我们想想 假如说我在多分work里面 我也调用负类的方法 假如说我还有很多个函数 每一个函数里面都调用负类的方法 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代码全部都要改一遍 好那么更改类的这个代码的行为 是非常不可取的 编程里面有一个原则 叫做开币原则 这个开币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代码它对这样一个扩展是开放的 但是对更改自己本身的这个代码 是关闭的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 下去可以查一下开币原则 所以说我们不应该 因为这个更换的负类 就需要去改动这个内部的实现的相关代码 代码你可以更改这个地方 有一个一处的这样的一个负类 因为你负类的整个整体的都变了 那你当然这个名字也要更换 但是如果说你更换一个负类的话 你的改动到处都要改的话 这个是相当不可取的 好那么其实给大家介绍第二种 调用构造还是方式 这种方式也是我们现在的主流的一个调用方式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 引入一个关键字SUPER SUPER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还是超级的意思 但是这个SUPER很多时候 都是可以代表负类的这样一个关键字 好然后呢 我们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调用负类的方法 好SUPER呢 我们看一下 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第一个参数是 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类 就是我们的类类 好我们说STUDDEN 好第二个参数呢 我们需要把这样一个SELT传递进来 好后面呢 用点操作符来调用 我们是需要调用的复利的方法 我们这里呢是需要调用这样的一个INIT 构造行数 好后面呢 我们就是相关的场所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智能感知呢 已经提示我们了 第一个参数呢 是需要输入内容的符 好我们把内容传递进来 第二个参数双数是什么呢 技能感知提示我们的 ADGE 好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 调用负类的构造行数 好那么这关代码写完之后 那我们来运行检验一下 好 没有问题啊 它一样不会爆出 一样打印出了我们期望的结果 所以说呢这里呢 以后啊 当我们遇到此类的方法 要是调用负类方法的时候啊 优先考虑使用SUPER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啊 如果说所有的地方都是用SUPER啊 来期待啊 这样的一个Fuel面的话 那么当我们去更改的时候啊 我们并不需要啊 到处去更改这个Fuel面 我们只需要啊 在这里啊 在这个类后面的括号里面啊 把这个负类的名称更换就可以了 它不会影响我们内部内部实现的改动啊 好 最后呢 我们要说一下啊 SUPER关键字啊 它并不是说呢 只能用在我们的构造函数里面啊 在我们的DUFMWK方法里面啊 一样可以使用啊 好 我们可以呢 试一下 我们在Human里面啊 这里已经有一个 该的内部实现方法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不用再加了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在DUFMWK里面啊 用SUPER啊 来调用一下我们复类的 这样一个getName啊 这个调用没有意义啊 看一下 因为Human这里的getName啊 它会 它是会被我们的这个 student的子类所继承的啊 对我们之前在这里调用过了啊 对象呢 类的对象呢 就调用了这个getName 就这样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这个fusion里面啊 加上一个部分Human 它和它同名 好 这个部分Human 下一个 加一段文字啊 this is a title method 好 这是一个负类的方法 好 现在呢 两个函数同名啊 我们注意看一下啊 首先呢 同名呢 这个呢 类的方法和负类的方法 同名呢 这个呢 是允许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去掉了 这些东西都先给屏蔽掉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测试代码 我现在呢 student1啊 来调用一下这个做Homework啊 好 那么我打印的到底呢 是这样的一个English Homework啊 还是 我fusion里面是打印的 这样一个 this is a parent method 好 我猜啊 它会打印出English Homewor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啊 好 果然啊 果然啊 它打印出个English Homework了 也就是说呢 如果啊 子类的方法 和负类的方法 出现了同名的方法的话 passed 并不会报错啊 passed呢 会优先调用子类的方法 而不会调用这个负类的方法 好 那么讲而说呢 我想啊 在此类的方法里面啊 再去调用负类的这个Googlework 怎么办啊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给super来试一下啊 好 类似什么呢 student1就对了 好 第二个仓数呢 还是sup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不是构造好 是nit了 好 然后呢 什么仓数就给你传 好 这样写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预计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第一句话 打印出的 this is the parent method 第二 第二句话打印出的 打印的 应该是 这呢 这里呢 就说明啊 我们呢 确实呢 这个super啊 不仅仅呢 不仅仅是只能调用构造好处啊 它呢 也可以用于这样一个普通的啊 实力方法里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吧 好 那么关于面向对象呢 还有一些啊 比较高级的一些特性啊 比如说像这个多计程 好 再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多态性啊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知识点呢 我觉得呢 先把它放 我们把它放到后面的课程里面来讲的话呢 会更加合适一些啊 并不是说不讲啊 而是放到后面讲 会更加合适 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啊 我们学习呢还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来啊 同学们把我之前所讲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呢 能够把它理解的非常透彻呢 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啊 我们慢慢来 好朋友们 那么我们呢 下节课再见